这种葡萄您可能吃过 但您知道怎么挑吗 好葡萄它不应当空性的 中间应该是死性的 应该都长满的 为了种出一颗好葡萄 湖北省公安县的种植户们 使出十八般武艺 也有人惹来争议 听到就怕 因为这个是可受 就在2020年 公安县的阳光玫瑰 收购价格激进腰斩 怎么保收益 是所有人面对的难题 那个时候就变成另外一种局面了 那是奔驰进去 拖那就出来了 不成功变成人 必须 必须得站起来 看公安县六万亩阳光玫瑰 上万个种植户 如何在市场行情波动的情况下 用创新稳住收益 聚焦产业振兴 同奔共富之路 大家好 欢迎收看 共富路系列节目 最近这段时间 您去水果超市 是不是经常可以看到 这种水果呢 就是它 阳光玫瑰 五六年前呢 它曾经一度因为 动辄上百元一斤的价格 成为大众热议的话题 但从2020年起 阳光玫瑰价格出现剧烈波动 有时让种植户们无所适从 在湖北省公安县 阳光玫瑰是种植面积最大的葡萄品种 这里的种植户们不仅收益有保证 还吸引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到这个产业当中 那么面对市场价格波动 公安县的种植户们 是怎么应对的呢 这个葡萄园很特殊 葡萄排列的整整齐齐 而且您瞧 这些树不管是竖着看 还是斜着看 都在一条直线上 就连枝条间的距离 也是相同的 它的要求就是要它 规规矩矩的 横平素质的 然后上面的高度也是一样的 就是强迫症 当时看到它那个葡萄 那是非常的震惊 跟强迫症一样的 特别震气 这个葡萄园的主人就是它 景碧慧 这种外表青绿色 无子 吃上去口感香甜 还带有一股玫瑰香气的葡萄 就是阳光玫瑰 景碧慧就是当地第一批 种阳光玫瑰的人 公安县葡萄种植面积有11万亩 其中阳光玫瑰就有6万亩 有人在种植的第一年 一亩就卖到了7万多元 2020年 阳光玫瑰的市场价格曾出现剧烈波动 公安县地头收购价从前一年的25元跌到10元美金 但仅仅一年后 公安县的种植户们就调整思路 改变做法 把一斤阳光玫瑰平均卖到20元 品质好的果还可以卖到50元 公安县地处江汉平原南部 这里曾是全国重点凉棉油生产基地 后来 葡萄作为当地的制服产业 发展至今已有30多年 布合镇的天心眼村是公安县葡萄的发源地 在这里 每家每户都有三五亩葡萄源 景碧慧的父母也都是葡萄种植户 2017年 就在景碧慧刚开始种葡萄的时候 掀起了一场家庭风波 争执的起因就是因为怎么种植阳光玫瑰 2017年 阳光玫瑰这个葡萄新品种 开始被消费者追捧 种植户一亩收益能达到10万元以上 景碧慧等一批人嗅到了商机 开始在公安县种植阳光玫瑰 可种植阳却和父亲完全不一样 种植户们一般都是采用T字形的葡萄架 一亩可以栽300多棵葡萄树 亩产在8000斤以上 而且第二年就可以封产 可景碧慧非要把所有葡萄架改成这样的H型 一亩只栽14棵树 到了5月给葡萄梳花梳果的时候 别人都把果碎捡到4只宽 但它却要捡得秃秃的 一般是在花期的时候 它只留三只 一串葡萄刚开花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达到这个手臂这么长 它的习惯性捡法就是 咔嚓咔嚓几下就成那么一点了 按照景碧慧这养种葡萄的产量很低 而且还要等上两年才能挂过 万一管理不好 所有努力就都白费了 这三亩葡萄园是家里的全部经济来源 家人都劝景碧慧赶紧收手 可他就是不听 坚持要给葡萄减产 父母一气之下和他分家了 你干你的我们干我们的 要保证他家里有饭吃嘛 反正我们都真正 你没有产量就弄不到钱 是不是的 就是因为不支持不理解 妈妈嘛在家里面都能打滚的那种 景碧慧表面沉默寡言 但做起事来特别有主见 只要是自己认定的事 就一定要坚持到底 父母不同意 他就偷偷流转了三十亩地 还盖了这间小木屋 吃住都在这 所幸家也不回了 他是一个可以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葡萄上 然后对自己的身体 他都可以不管不顾的一个人 自己我知道我要去哪里 我自己知道目标 2019年8月 景碧慧的葡萄园终于挂果了 母产量只有三千五百斤 但每一串葡萄都很统一 果形都是这种菠萝形七层高 并且一串只有55到60粒果 单颗果种均在15克以上 吃起来个个皮薄肉脆 景碧慧这些种葡萄的小技巧 到底是从哪儿学来的呢 2019年 景碧慧父母种的阳光玫瑰 母产八千斤 一母卖到16万元 而景碧慧母产三千五百斤 却卖到了近18万元 比父母高产的葡萄园 一亩还能多卖两万元 这一年 公安县阳光玫瑰种植面积 已达到五万亩 此时全国也在疯狂扩重 到了2020年 阳光玫瑰的价格 做起了过山车 变化太大了 全国的产量 在往年的基础上 已经翻了将近十倍 这个价格整体下滑 阳光玫瑰价格降幅之大 这是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 葡萄从幼苗到第一次结果 通常需要一至两年 2020年 公安县的阳光玫瑰 集中上市 但那时候的市场批发价格 从25元美金 跌至10元美金 甚至有些品质一般的二极果 美金只能卖到五六元 还没尝到 种植阳光玫瑰甜头 市场就突然变了 这让很多种植户都开始彷徨 大家伙都在犹豫 是继续种还是及时止损呢 如果继续种 亏了怎么办呢 采访时 井碧会教了记者 一个选好葡萄的小技巧 好葡萄它不应当空心的 中间应该是死心的 应该都长满的 这么掰的话 还有点紧 有点紧 像这样皮肉紧紧贴在一起 果皮很难撕 而且中间是实心的 就是口感好的阳光玫瑰 而像这样一挤 皮肉很容易分开的葡萄 吃起来就不脆 2020年 强迫症井碧会的葡萄园 并没有受到价格波动太大影响 靠着90%的金苹果占比率 它把一亩阳光玫瑰 稳定卖到了15万元 当地很多人都跟着井碧会 种植金苹果 它还成立了合作社 就连曾经反对它的父母 也成了合作社的一员 同样种植阳光玫瑰的王翠霞 也在琢磨着 怎么才能稳住价格 保收益 在公安县 葡萄熟了 一般都是等着经销商上门来收 2020年8月发生的一件事 让王翠霞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经销商只给王翠霞出价一万元 平均一斤阳光玫瑰 只卖了五元 这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但其实不只是王翠霞 当地很多种植户 也都面临着这个问题 经销商动不动就压价 种植户们很被动 阳光玫瑰市场价格好的时候 种植户有钱赚也无所谓 但现在市场价格低了 利润空间被极度压缩 要怎么做 才能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呢 不成功变成人 必须 必须得站起来 如果说我通过这个 我自己的销售方式出去的话 就直接就对消费者了 虽然阳光玫瑰市场价格波动 但相对于其他葡萄品种来说 依旧是现阶段种植效益最高的 王翠霞想要改变传统销售渠道 去中间商直面消费者 来保证自己的收益 可第一次发货 他就遇到一个难题 前面那块就没办法走了 大概有一个一公里落 你看这晴了几天了 还是这个样子 你看现在人走过来没问题 你如果车它是有重量的 你车一来就陷下去了 你看 那个坡 好多好多 我们回特斯 我们把健保看 我们好累哦 当时王翠霞要发80箱葡萄 外面下大雨 路上全是泥 送货的快递车开不进来 1200米的路 王翠霞走了两个多小时 才把全部葡萄扛了出去 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第二天一早 他就接到大量投诉反馈 说发出去的葡萄 有一半都是坏的 他们发来的图片就有坏掉的 只要从整串的掉下来 能脱落下来就就坏掉了 原来客户收到的葡萄 都从果饼上脱落下来了 还有一部分包装箱被雨水打湿 果子受到挤压后 已经开始腐烂 葡萄是生鲜产品 如果不解决运输的问题 王翠霞就不可能摆脱中间商 那段时间 他每天都待在厂里琢磨 终于有一天 来了灵感 打开我这个思路的可能也就是 当地的这些水果商店 然后我就在想 我说水果商店里面 现在西瓜哈密瓜 它们都能切成片了 那为什么我的葡萄串的 不能把它剪成颗粒 在超市里 我们看到的葡萄 一般都是这样成串卖的 像这样包装的葡萄 您见过吗 把一串葡萄一颗一颗地剪下来 经过人工挑选冲气 最后才能打包装箱 这种包装方式就是王翠霞独创的 把成串的葡萄剪成一颗颗的单果 就避免了果子脱落后腐烂 可这样做比过去包装成串葡萄 耗时要长得多 采访时 王翠霞特意找来两组工人 现场做了测试 我按秒表 好 开始 把它挑出 好了 是吧 两分二十五秒 这个是成串打包的 对 礼品盒 而像这样剪成单果后的葡萄 用时要七分多 差很多 我同样的十几个工人 打这个礼品蛋 一天可以完成一千箱 剪净果包 一天最大的工作量 一百件 改变包装 对王翠霞来说 可不只是费时 更重要的是 对打包工人的要求 也更高了 特别是剪果饼这一步 稍不留神 损耗率就会大大提升 手法上又要轻 轻 准 纹 这个是一定要熟练的工人的手法 平剪 这个剪刀不能这样 也不能这样 对 你现在已经犯错了 你把这个果饼这里弄松了 它就已经开始流水 这个是快递运输中的大忌 这个狗它有什么呢 它就会这样 这个如果是打在冲气包 正好这个狗是这个形状的话 咔嚓 剪果饼一定要凭剪 这样的果饼 不会扎果子和包装袋 这些剪果饼的师傅 都是王翠霞专门培训的 个个都能一刀成刑 可即便工人手法熟练 王翠霞一天的发货量 也只有原来的10% 但他宁愿少卖葡萄 也一定要解决运输难题 因为只有这样 他的葡萄 才能直面消费者 保证收益 2021年 王翠霞的禁果包 一经推出就广受好评 采访时 记者做了一个简单的测试 拿着打包好的禁果包 随机采访了几位消费者 像这样五金装的禁果包 主要销往省外 王翠霞把它卖到了128元 还供不应求 而这种成串的礼盒装葡萄 就在本地销售 改变传统销售渠道 找到自己独特的销售方式 让王翠霞在阳光玫瑰 市场价格下跌的情况下 依然具有竞争力 而就在去年 政府还专门给他修了一条路 他是电商为主 那么对于他的运输的需求 我们也是高度重视 争取了道路建设资金 然后用时仅仅一个月的时间 就完成了项目的建设 有人在转变销售渠道上动脑筋 提高收益 还有人则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把一斤阳光玫瑰卖到了30元 这一天 董黎明的葡萄园里格外热闹 小朋友们正在比赛摘葡萄 除了阳光玫瑰 这里还有很多葡萄品种 在市场上并不多见 现在有14个品种 葡萄的各种形状颜色都不一样 他觉得很新奇 如果这都是统一的 他带不到这么神奇的感觉 这是浪漫红颜 这种长得像小茄子的葡萄 叫蓝宝石 不同的葡萄品种成熟既不同 董黎明举办这样的采摘活动 能从每年5月持续到10月 这环境蛮大 小孩看的也蛮喜欢 非常好啊 可以带小朋友 和家庭像亲子乐一样嘛 可以到农家乐来玩一玩 这个占地800亩的葡萄园 是董黎明投入了2000多万元 精心打造的 每一个葡萄大棚里面 都是自动化的 它是一个大数据 包括这上面整个全年的温度 因为你可以跟去年的对比 比如说你遇到饿料天气 突然下雨 或者阳光直射 你躺在家里都不用出门 就可以避免这个 在公安县 董黎明的建源标准和规模 都是首一首二的 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让他在2020年 遭遇了比同行 更严重的市场重创 都是吴默黄达文之后 开始去发展这个市场业 那个时候就变成 另外一种局面了 那是奔驰进去 拖拉机出来了 亏损的特别那个 当时 董黎明的葡萄园里 有200亩重的都是阳光玫瑰 且不说人工管理 光是每天这些设备的耗电量 就不少 按照当时阳光玫瑰的市场价格 它至少要亏上百万元 这个时候 董黎明不想办法降低成本 反而还要花更多钱 就是以后这个土地 劳力成本会越来越高 人工成本会越来越高 所以我们当时建的时候 就是按照以后的发展趋势 采访时 董黎明说要带记者去一个地方 方圆10公里以内 都是种水稻的 水稻的 因为它的根系是一个毛细根 它水稻不需要这么多 根头层大概就这么深 大概20多公分 这里是张庄铺镇双星村 在这里村民都是种水稻 方圆10公里内 从来就没有人种过葡萄 这和当地的土壤有很大关系 这里的土壤是粘性土 土质不透气 浴水后连木棍都难戳下去 更别说栽葡萄树了 长出来的树特别弱 按照两年之后 大概的粗度 按我们来说的话 应该在3到5公分 然后我们实际就长了3公分 当时整个架面都拉不开 树长不好 结出的果子个头小 产量也不高 董黎明就想要从源头改良土壤 可他试了好几次 用尽各种办法 树根都扎不下去 这位挖掘机师傅 是董黎明花高价聘请来的 那段时间 他和师傅整天就在葡萄园里翻土 一边翻土还一边放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原本计划只要20万元改良土壤 没想到三个月下来花掉了400多万元 土地它不是很好 打个比方说如果下雨了之后 它就粘成一块一块的 挖地啊 蝉舌这些油脊肥啊 就花了很多的用力污力 好像砸钱那种疯狂的感觉 大伙都不理解 可董黎明却说 只有这样做 从长远来看成本才是最低的 经过董黎明改良后的土壤 土质疏松 用木棍轻轻一戳 就能下去40多厘米 而它花高价改良土壤的目的 其实就是想提高产量 保品质 一亩经济效益提高了 成本就降低了 除此之外 董黎明对市场还有个预判 因为这个葡萄它 密质的时候 收益特别快 今年再来明天就可以收益了 所以它发展特别快 特别迅速 这一块价格更高 特别是标准传行 像A机关 价格波动是市场决定的 但品质是能自己决定的 好品质 依然可以卖出好价钱 以前大家追求低价水果 但这两年 高质量水果一样是刚需 2021年 董黎明种的阳光玫瑰 亩产量达到了4000斤 果实饱满 味道也很不错 再加上葡萄园里 还有其他的葡萄品种 他就举办了采摘活动 吸引消费者 一天最多能接待2000名游客 卖出8000斤葡萄 除此之外 董黎明还和当地一家农家乐合作 采摘结束后 就带游客来体验特色美食 对游客来说体验感更好 回头客也越来越多 在附近有个休闲的地方 摘一摘 玩一玩 吃喝玩的就是一条农 这个周末就过得非常愉快 直接从那边过来 10分钟左右不到就到了 2021年底 董黎明开了这家农贸超市 里面专门建了这块葡萄的小摊位 实现了产地直销 现在公安县阳光玫瑰的种植面积 已经达到6万亩 即便市场价格波动 种植户平均一斤 仍然能卖到20元 品质好的金苹果 已经能卖到50元 目前耕种面积仍在进一步扩大 现在我们的价格仍然是很好 一亩地的产值高的话 可以达到10万以上 老百姓通过种植葡萄 每某人均征收 可以达到8000到1万元 其实阳光玫瑰价格下跌 根本原因还是种植面积增加 造成的供需关系改变 以及大规模扩种之后 产品品质的良有不齐 当价格回归理性之后 种植户应该怎么面对 景碧会 王翠霞 董黎明 从精品种植 改变销售渠道 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而这也是公安线 6万目阳光玫瑰 不但收益没有减少 而且在市场中 依然具有竞争力的关键 好了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 本期的共服录系列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